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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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梁黎 在分享我的故事之前我想请大家看两张图片 和你们一样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很懵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当代艺术首饰 她叫薇薇安 是瑞典著名的首饰艺术家 她和毕加索是同时代的人 他们也一起做过展览 2003年的时候我就移居到了瑞典 后来考入了瑞典哥德堡大学的设计学院首饰专业 照片上的一个建筑就是我的母校 哥德堡大学设计学院的教学大楼 这个是她现在的样子 我特别喜欢这个建筑 然后我在里面学习了七年的时间 瑞典的首饰金属工艺传承和发展得非常好 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它首饰金属工艺其实历史很长 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工艺 包括锻造工艺 铸造工艺 法廊工艺 还有镶嵌工艺 这是锻造工艺使用的工具 里面也有榔头 有不同尺寸的榔头 还有一些小的模具 我今天也带了一件我自己做的 我在学习锻造的时候做的一个勺子 这个是银勺子 金属特别有趣 它特别有挑战性的一种材料 在锻造的过程中其实你在跟它退化 你要很温柔地对待它 不然的话它就不听你的话 所以锻造这个工艺特别有趣 这个也是维维安的一件作品 我也是很喜欢 它就是通过锻造工艺做出来的 铸造工艺 中国的青铜器就是铸造工艺做出来的 现代的商业首饰 也绝大部分是使用的铸造工艺 它先把蜡就是雕出来你想要的造型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工艺流程把它转成金属 法廊工艺 法廊工艺其实最早是出现在俄罗斯 就是俄罗斯做的那种彩蛋 然后后来清朝的时候传入了中国 落地之后叫锦泰兰 再就传入到日本之后它叫七宝烧 法廊工艺其实就是运用法廊的铸彩 在金属的表面做出非常多漂亮的颜色 这三件胸针是日本的一位当代首饰艺术家做的 它就突破了传统的这种法廊工艺的一个局限 然后让这个金属的表面呈现出现代绘画的那种色彩 铅嵌工艺大家应该很熟悉 它主要是把钻石或者是宝石 铅嵌在金属上的一种方法 我进入哥德堡大学首饰专业之后 首饰工作室给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专属的工作台 在学校学习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这个工作台前度过的 这个项链是我在学习金属工艺的时候做的 它是用九二五银做的 因为我们学习金属工艺都是通过你自己去制作首饰 然后逐渐地训练和掌握这些所有的工艺 当时我做这件项链的时候就用到一种叫焊接工艺的 它是高温 在高温的情况下金属融合在一起 我记得因为高温的焊腔把我的眼睛熏得通红了 因为有五百次的焊接 这个项链做完的时候有五百次的焊接 后来我看到这件作品我就觉得特别震撼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用的是电话号码本那种废的书 然后用一种纸雕的工艺把它做成一个项链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的 后来我就觉得原来你可以用不同的材料 不只是金属 你可以用不同的材料来去做你想要的东西 这是我的同学做的 他把那种卡纸剪成细小的碎片 然后再一点一点点把它粘合在一起 这个一看我就会想起在瑞典那个岩石 就是海边 岩石上那些生长出来的一些小贝壳或者是苔藓 这个你们绝对不想不到它是什么材料 它上面的那个鱼鳞的鳞片是用图钉做的 就是它把图钉钉到一个皮子上面 这个皮子有弹性它可以旋转起来 然后它可以配戴在你的手腕上 是一个手镯 现在大家都知道3D打印技术越来越好 然后很多手势艺术家就用3D打印这个技术 来做一些当代艺术手势 这个就是3D打印做的 这个材料大家都一看很眼熟 就是那个贝壳 然后这个艺术家他就是用这种贝壳 然后在上面开出一个嘴巴 就是那种脸谱化的那种概念 然后你们有没有觉得它很像小黄人的表情 这件手势 你们也猜不出来是什么材料做的 我之前问一席的策划 他们说他们也猜不出来 这是用美金做的 它就是把一摞的美金 然后用激光切割 把它想要的那一部分留下来 然后用金属把它镶嵌起来 你看这边是项链 那边就是一个胸针 后来这个艺术家工作台 上面就到处散满了美金的碎片 但是他很聪明 他没有用一百美金 他用的是一美金 我们都会把自己的相片 或者是自己的小画 会镶在镜框里面 但是这件手势是一个胸针 他的那个艺术家叫做 是美国的艺术家叫美兰尼 他就很喜欢用素描的方法 把自己日常的一些动态 把它描绘出来 然后把它缩小 放在胸针的里面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 他这些绘画素描 都是用他自己的头发一点点拼出来的 所以呢 我每次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 都感受到那种女性的 那种很细腻的情感在里面 那我们看了这么多作品 我想说说什么是当代首饰 当代艺术首饰和我们传统的首饰呢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它在材料上是特别自由的 它不会刻意去选择一些贵重的金属 或者是贵重的宝石 什么材料都可以被用来做作品 那么另外呢 它还强调观念的表达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作品里面呢 能够表达你想说的东西 就是你的想法呀 或者你的情感 传统的首饰呢 它是一种经典的美 但是当代艺术首饰呢 它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 当代艺术首饰是一个非常年轻的 一个学科和艺术门类 那么它的诞生呢 和当代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战败的德国人开始反思自己 我们这么有理性的民族 出了世界上这么优秀的 这么多优秀的哲学家 为什么我们会做出 这么非理性的事情呢 其中有一位艺术家叫博伊斯 他就提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是被社会塑造出来的 而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重新去塑造一个新的社会 所以他说 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 但是我就觉得艺术其实离我们挺远的 首饰却离我们很近 所以如果我们在首饰当中注入当代艺术的这些观念和方法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首饰艺术家 这个作品的作者是叫Otto 他其实是瑞士人 但他长期在德国生活 这是他早期的作品 他是一个金匠 他是用传统的方法来做首饰的 后来他就把当代艺术的一些思潮观念 注入了自己创作当中 这个首饰 他是用黄金 然后做成一个空心的心形 大家都知道心代表的是 就是爱情 但是你要去购买它的时候 你可以切开 你想要多长你就切多长 然后他去称重 然后是多少钱 他这个作品叫做《一厘米的爱情》 也就是说我爱你有多深 我就切多长 所以可以把感情误化了 感情有尺寸 还有一位艺术家 他的作品 他做了一个金属的胸针 可惜这个照片我没有找到 他在胸针上写了一句话 我的钻石比你的大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购买首饰时候会出现的一些现象 他们就是对这些现象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讽刺 丹麦艺术家King Book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其实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 他对感情的理解是这样的 他说如果我爱你 我就应该时时刻刻地陪伴着你 所以他把那个心做在戒指的里侧 然后你每次你戴上它的时候 这个心就不断地去摩擦你的手指的皮肤 当然了他又用一公斤的铁做了另外一颗心 然后他说爱情有时候也是很沉重的 很多的学生都特别地喜欢他的作品 尤其是我们很多中国的学生也很喜欢他 Rudy Peter 荷兰的艺术家 他是当代首饰领域里面的一个老顽童 因为他特别喜欢一些乱神怪例 你比如说他会研究连体婴儿 然后又跑到印度去研究什么练金术 然后到中国来呢 他就说我要去练气功还有针灸 所以这就是他在中国的时候 就是做的那种 就是关于针灸和气功的一个作品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作品 这个就是练金术的一些符号 再加上他自己用的一些玻璃的材料 做出的一个凶针系列 我们把贵重的珍珠呢 放在了一个搓垃圾的一个铲子里面 就是放错地方了吧 其实不是 它是视珍珠为粪土 它是想颠覆这个价值这个概念 就是颠覆贵重的这个概念 这个很像一个珍珠项链吧 但是它是由街上那个路灯做成的 所以你们无法佩戴 这个艺术家就做了一系列这样的作品 就是无法佩戴的首饰 他就希望颠覆这种佩戴的这种观念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叫Mata 她是瑞典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当代首饰艺术家 她小时候就特别恐惧那些昆虫和蛾子 我相信很多在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很害怕那些小虫子 但是她觉得很奇怪 这种恐惧从哪里来呢 她看别的小朋友还可以玩还可以养宠物 但是她自己一看到他们就很惊恐 她说我能不能改变 我想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变成正面的 我要把那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变成我喜欢的东西 所以她把那个昆虫先做成标本 然后把它们切开 把肚子掏空 把她最喜欢的钻石塞满里面 这是她用真的鹅子做的手势 她有一次她来中国的时候她说 李 你们中国人好像听说你们中国人吃虫子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 然后我就带她到北京的夜市去看 然后她就特别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她发现那些摊主 把那些虫子拿那个竹签子串起来 然后烤串吃 然后她就特别开心 回去她就做了这两件胸针 我呢 因为从小在西安出生长大 是一个在内陆长大的孩子 所以特别喜欢大海 后来我去了瑞典之后我也住在海边 这片海就是在位于瑞典的西海岸 那它就是我家门前的一片海 冬天的时候它会结很厚的冰 我就在上面散步 有时候还可以看到一只鱼在里面冻住了 这个就是我在瑞典的工作室 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会看到草坪上有一些小鹿在吃草 然后中午的时候 我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会听见天蛾从屋顶上飞过 不是看见的 是听见的 因为北欧有一种天鹅 它的鼻孔可以 在它飞翔的时候会发出沙沙的声音 所以你有时候可以听见它们从你头顶上飞过 晚上的时候我就会在草坪上躺 因为周围都是海或者森林没有什么人 所以我就会躺在草坪上看星空 天空上经常会悬挂着一条银河系 夏天的时候我就会和朋友出海 航海 就是那种无动力的那种帆船 在海上漂泊一个多月 这就是那条帆船 帆船里面其实像一个微型小公寓 你可以住在里面也可以做饭 晚上睡觉之前我就跳到海里面去洗个海藻 斯坎底纳维亚半岛十万年前其实是被冰川覆盖着的 冰川慢慢地退却的时候就把那个陆地 岩石打磨得非常光滑 这些岩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就有非常多丰富的颜色 远远地看着它们 它们其实很冰冷又很坚硬 但是你靠近它 你抚摸它的时候 它是温暖的 是坚定的 后来我就尝试把这种感觉放在我的作品里面 我想试一下别的材料 陶瓷这种材料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我的视野 因为它来自中国嘛 我对它有亲和感 但是我不会陶瓷工艺 然后我就去了陶瓷系 跟教授说我想学习陶瓷工艺 然后就学了半年的时间 开始了我自己陶瓷作品的创作 当时我自己做了一些小的工具 然后就处理这些陶瓷的表面 这些陶瓷的颜色是需要你自己去调制的 因为陶瓷在烧制的过程中它的温度要达到1280度 所以那个颜色会变化 你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尝试 你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颜色 那么这个系列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做完唱 这是我的另外一件作品 它叫《线条》 因为我小的时候接受过一些中国传统绘画 也就是国画的一些训练 会画一些横花侍女图 或者清明上海图的那种白描临摹本 所以我就对线条 周围环境中的线条特别敏感 你比如说当飞机从天空飞过的时候 留下了一条尾线 白色的尾线 冬天树叶落光的时候 那些树枝伸向天空的树枝 形成了一条条非常漂亮的线条 海面结冰的时候也会形成冰裂纹 还有就是植物干燥以后 它的那些纤维就会突出出来 形成特别漂亮的线条 线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 它其实是我们艺术作品里面提炼出来的一种绘画的元素 你比如说它如果是在描述 它在国画当中如果描述的是一个人的衣服 那它是结构线 它表达的是那种结构 但是如果它是书法 我们中国的书法草书 那它传递的就是一种情感 其实每次要说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呢 其实都蛮难的 因为创作作品它是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 它中间发生很多事情和转变 所以你要用语言 用一言两语去把它描述出来 特别地困难 尤其是我在瑞典的时候呢 周围的人不是说荷兰语啊 德语啊 就是说挪威语啊 丹麦语 而且他们发音特别古怪 我都听不懂 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就是我去表达我自己的一种语言 就是我通过作品来跟别人建立交流 如果别的艺术家看到我的作品就说 你的作品我特别喜欢 我就会觉得特别幸福 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鸟字 就是黄梨的梨 那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呢 他希望我长大以后呢能够远走高飞 后来呢我果然就离他们很远 每年我回家的时候呢 我父亲就会把他收藏的石头拿出来给我看 他说你看这些石头每个都不一样 形成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它们呢也会比我们都存在得更久远 他就会挑一件这个石头送给我 然后我就带着他回到瑞典 我想把我父亲的这种感情 他对这种石头的感觉放到作品里面 然后我就把这些石头用金属这种材料把它覆盖起来 试图包裹住它 所以你们看到的呢就是金属包裹住这个石头以后 留下的那个轮廓 然后后面是空心的 它没有了 石头已经就拿走了 这件作品 我觉得它就是 我就很希望能够把父母亲 还有我跟他们的感情包裹在里面留下来 时间像流水一样不断地冲刷这些石头 然后又从它们身上流过 但是石头一直都在那儿 谢谢大家